股泰Mastermind的時間 相信今天大家都要吃光雲朗丸 因為早段港股跟美股下跌最多近400點 但之後因為中國製造業的數據比較理想 又跟著倒升 在30,000點到31,000點這個區間徘徊 大家以為收市會沒力 但誰知道收市又可以升到差不多200點 上升31,000點這個水平 大師 我們3月是否要繼續坐過山車 繼續 過山車不是正常平常的 這麼簡單 這個過山車我估計 應該是過去這大半年來計 我想大家未經歷過這麼大的過山車 即是綁穩安全帶自己好站定方向 以及做好心理準備 需要逃生嗎 逃生嗎 怎樣叫逃生 先離場 離場應該早就要離場 股票就要離場 如果用衍生工具的話 這個過山車會拋得很厲害 說真的 打從1、2月的時候跟大家說 這些浪不是普通的散湖投資者玩的 這些是真的炒家炒鬼 靈活轉身的人玩的 你不要想著 聽聽聽那個講 聽完之後衝進去買完 可能轉頭已經要離場了 所以散湖就不要亂重錘去買去做 另外 現在並不是長線投資的時間 一定不能夠重倉 只移靈活去走位 這個我都說了很多次 這個中谷 我覺得仍然堅持要跟大家說 如果靈活轉身 我們轉身買個put又怎樣 put也要靈活的 老實說 你在頂墜下來沽不太容易 中間會來不來會反夾你一口 夾完之後才下 即是說 你自己要在駐馬上真的要控制得好 很簡單 2月沽下來那口 下之前那兩三天已經會搓死你 如果第一 計算不得精 第二 控制駐馬不得好 最重要是不貼市的話 可能會比較麻煩 當然你可以放下一些 即是你體探 放下一些槓桿沒有那麼大的工具 駐馬上控制得到的 我覺得都可以 即是在高位 逢高就沽去 港股方面 我們看到近期國子的走勢 都好像稍為跑輸行止 如果保持國子的put又可以嗎 其實國子有時跑贏大事 有時跑輸大事 因為國子的波幅是比較大 波動率也比較大 所以升的時間又會國子跑贏大事 跌的時間 國子又會跌得多於大事 所以其實都是因應情況而定 不能一概而論 如果行止先行就追國子 如果國子行得急就退回行止 我們今天留意到板塊終於啟行 就是韓運股 因為太平洋韓運去年賺多了 賺361萬美元 大行升了目標價 股價今天升3% 中外運也打算回歸A股 這個板塊我們可否繼續留意一下 我想這樣說 不要輕易說一棍上去就跟著走 還有不要輕易說一兩隻賀文股走 以為整個板塊走 過去這一兩個月 大家中過很多次 譬如煤股演奏煤一夾 但其他煤是不行的 個別可能有消息 或者他們本身的貨源歸不歸邊 有沒有人想踢上去散水 那就是理由的 還有個別有消息 所以又不可以一概而論 大家只可以真的看貼一點的事 以及多些用技術分析來掌握短線走勢 始終短線來算 你不能分析 你說韓運股是否特別好呢 又不是 你看PMI又不是特別漂亮 而且春節期間那個韓運也不會太漂亮 但你說去年特別是第四季 譬如說美國那邊 即是購物的季節性 你會令到韓運股會好 我想不成一個大方向 只是個別情況個別轉炒 那韓運股方面就這樣看 如果科技股方面 因為近來有些手油股都蠢蠢欲動 好像推落後 因為最新有數據顯示 就是2017年去年中國移動遊戲區域市場收入 就去到第一 遠遠拋離 差不多拋離美國 第二市場差不多整倍了 他說有一個絕對的優勢 成為全球最大的移動遊戲市場 所以覺得這個行業可以迅速發展 然後接下來升下個星期五 又會出業績的IGG 就企穩10元 升7% 我想這樣說 中國的遊戲市場一定比美國的遊戲市場 因為人多 而去年2017年全年的數字 好看 應該不是等數據出的時間已經知道 但如果長遠應該可以 如果長遠的升值 對的 長遠是可以 但長遠可以 是否代表每一間都可以 是另一件事 第二 就是說 如果出這個數據 股價升上去 就因為這個數據 你不如說 有心人利用這個數據 將它走不掉的貨 推上去散 兩個可能性都可以 因為這個數據 我不是等到年尾 最後一個月才知道 我是在年頭 年中 每一季一邊出的數據 我們已經知道 這個數據是好的 不是零零射射 在最後一個月 一個星期 我才知道 所以 要看一看 就要小心 例如IGG 你看到 跌足了半年 由去年的7月開始做頂 一直跌足這麼多個月 你現在告訴我 數據好 說未來的月職會很好 而聽上去 我又覺得太遲了 所以你自己想 就是這樣 亦都這樣說 踢了幾棍上來 長渣呢 長渣又可不可以 長渣不是這些位置 我覺得不會是這些位置 我們過了那個低位 是的 因為IGG 其實之前都說過 炒那一層就上到很高 接著一塌就塌你一段時間 跌下來一半 經常都是這樣的 股票 大風大落 你自己就懂得想 不是高追 這些股票一定是跌 殘了你才想 可能這兩個板塊 今天講得比較多 另外一個板塊 就是油股方面 因為我們看到昨天的油價 其實是回落 因為原油庫存量增加 增幅高過預期 所以油價就跌 油股就跟著跌 但接下來 又有消息 美國會考慮制裁委內瑞拉 石油業 禁止他們向美國出口石油 對油價的影響會大 會否低壓這些油股 我想這個因素對油價沒有影響 為什麼呢 其實美國現在的 這年都是出口為主 你說對於委內瑞拉制裁 這純粹是政治上的控制 因為委內瑞拉在地緣方面 佔它一個很重要的位置 也可以說是美國的厚欄 所以他希望盡量控制到 委內瑞拉的政治妥協 這是一個目的 至於控制了委內瑞拉 對於美國的工油 對於美國來說沒有影響 因為美國是出油 這兩年是出口石油為主 接下來都會是 所以這個對油價的影響力不大 反而對委內瑞拉的經濟影響力 就比較大 用經濟作為政治的侵略 美國的手段是關上升的 至於油價很簡單 看著美金 接下來美金要升 美金要升 黃金要跌 油要跌 英鎊 歐元全部都要跌 日元都會跌 日元還可以 大家不要以為美金升 日元一定會跌 你記住 如果第一波是要令歐洲貨幣跌 日元是要升的 所以你看到日元相對是強的 但是跟著之後才到日元跌 所以如果你息外匯 你會知道有交叉盤 拆倉盤的情況 看回美匯指數 自從鮑威爾說完之後 確認 橫行區破頂 所以今年的美金要升 短期內 金價要跌1300元以下 油價也要跌60元以下 英鎊和歐元將會沽 你們一次過答案 這麼多問題 經常很多人會問 我想買英鎊 我要用 不用買 除非你被迫要用 等一等 如果美金會升 美匯會升 那美股會怎樣 大家想想想 所以股市都回答你 油股 你剛才說油價跌到60元以下 現在其實也不是低罵好時機 不罵得 油股 油股 我之前已經叫大家避免 在1、2月的時候 上了高位 你見過油價 然後插過一口六 60元以下 才再跌 但跌跌上反64元 已經告訴你 其實油價 短期還是調整狼 油價我只是當調整 因為調整完之後 始終今年還有機會再上回 但不是現在買 大概什麼時機會上回 你等到美金上到一個位置 先定了 現在美匯大把空間上 美元大把空間上 那你現在才剛起步 其實起跑線 也是剛好 早兩天發威爾說完之後 確認到 你之前還在盤整 是在做華麗轉身 那個完美轉身 誰知比我想像足 還要做多一次才來 不要緊 時間 是時間問題 但這位置就對了 所以 我想 接下來 星期五的浪販 15月中的FOMC會議 這些事件 都應該會令美金 看哪一天突然一標就扯上去 美匯指數 我仍然看九十三 九十四 第一站見到才說 好 除了板塊之外 有幾隻個股 我們經常提 就是今天的星市工神 騰訊 因為單隻股份 貢獻大市過八點 沒錯 接下來 他準備21日出業績 現在短期炒 他的業績 短炒 說真的 騰訊 這幾天 是沽得比較厲害 今天又一個反大 我經常都說 騰訊因為粉絲多 所以 一邊跌 一邊有人不買 但是 真的要跌到某一個位 才突然會夾得急 但問題 你想想 粉絲這麼多 都總是經常被人沽 什麼原因 誰沽 第二 2月做了頂 477 下到400均邊 彈上來的口 457 已經低了一級 接著下來 還未試到400均邊 但是 這個反彈 又未上回457 那就 先當它震盪著 但是這樣說 如果這兩天 做反彈狼的時間 騰訊上不回450 再次內四 今天的低位 428 跌穿的話 即是 這個小型反彈狼 都倒不回 一個禮拜前的頂位 這樣 就更加令我覺得 向下走的機會是大的 如果說交鎖方面 因為今天就說 小米 因為我們 跟股不同權的時候 第一 明星股 大家都最知道 是小米方面 他就說他會在AH股同步上市 會否分駁香港的焦點 一定會 其實有些事情我搞得挺混亂 最初我估計同股不同權 有國家的祝福 港交所就直接拿了聖旨 特首亦都幫忙出聲 還怕趕不及 要急急地推在四月做完諮詢就來了 第三季就出來了 這麼急便市場等不及 似乎又好像有點不對勁 有暗湧嗎 以小米來計算 A股也可能會同步 這個一定有影響到香港上市的利益 對港交所 另外昨天前日 深交所也有公佈 昨天應該 就說會加快審批一些新經濟股份 等於說在深圳那邊 加快給他們上 就不一定要搞到要等下來香港 即是深圳和香港又爭生意 反食 究竟港交所現在佔的地位去到哪裏呢 我們炒同股不同權 會不會炒過了浪 吹大了呢 這些我不知道 但是這些疑點一露出來 其實我都分析不到 究竟是大家一路去到推市場 還是其實未可以完全搞定 而是深圳和你爭取自己鬼打鬼呢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 那大家就要再留意一下 究竟深圳那邊和香港那邊 究竟誰才是主打呢 有時自己去想一下 不需要說得太白 有基本智慧應該想得通我說什麼 好 還有內銀股和內房方面 因為昨天都急錯之後 今天都有點有反彈 那這些我們應該可否追呢 不追 不追 內銀內房在那裡都說不買 不買就不買的了 很老實說我真的不買 我亦都不會叫買 因為我沒有理由叫你買的時候不買 現在那些大行叫你買 我叫你不買 你自己喜歡就買了 內銀一定有問題 內房更加有問題 其實那些數據已經出來了 我都不明白為何還可以看好內房 真的我不明白的 那你自己去想吧 因為內地的樓價有跌 內地樓價跌著 一線城市已經全面下跌了 七十八公小城市的價格 其實之前都已經升了一萬 國家政策就一直一定打壓樓價 現在開始進一步加強嚴管 銀行違規 將錢借給人做房地產的案件 控制住監管住房地產的借貸 在這樣的情況下 還要租購並舉 那內房股怎麼可以看好呢 我都不太明白大行怎麼想 內銀很簡單 你覺得現價貴嗎 現價相比很多科技股不貴 但相比一年前我叫大家買的時候 貴了很多 還有最重要的是 一年前我預計了未來一年 即這段時間 那個貸款資產質素會改善 那時候就停了 但現在我預計了貸款的資產質素會惡化 接下來的外壞賬會多 壞賬的撥避會多 這樣的時間你現在就貴了 為什麼會是這樣 你會聽聽新聞 看看外面的關於民企違約 貸款和還款能力 那些問題 基本上會有很多拖延 所以現在一定不買內銀 我們講到消息 特朗普市場預期今晚會宣布限制 鋼鐵和鋁製品進口的措施 可能會加關稅 會不會對相關的辦法有影響 其實這個消息之前已經透露過 所以影響是有的 當然了 究竟有多狠有多辣 都要等它說 但我又覺得股價應該反映了 某程度上已經反映了 但當然了 反映了不代表你買得這些股份博去升 因為你要遇到基本面子的情況 但你說引來太大的震盪 這個消息我覺得又未必 而且美國玩貿易戰 我覺得最終是美國是底 如果跟中國玩貿易戰 玩不起 我想玩不起 還有一隻 就是最近升浪 升了比較吉利 總之跟著市役逆著 市役又跌了 它今天跌了一點點 人們就問175 很簡單的 他之前應該是四天前 星期一 就借說 他們入股大帽拿 就成為單一股東最大 就踢了一口上去 但上了25元之後 其實就是25、26 徘徊了四天都突破不了 當然市跌不跌 但市升也沒有去分 好了 這個入股究竟是否好消息 第一件事 當然之前吉利也有一定的壓力 第二 他入股成為單一股東最大 但是 你始終拿不到絕對的大股東 如果是憧憬著吉利和戴姆拿 賓士 是有合作的話 沒有理由需要在街上賣 就是這樣 你跟他管理你曾談 大家配股 或者有好有善的方式入股 那別人就讓你進去 但是談不成 因為別人的賓士不騷你 好了 你強行在市場上買了十幾個百分比 那又如何 你入不了董事局 拿不到技術 合作不了 因為你記住 賓士現在合作的 主要是北京汽車 所以 現在吉利就變成了一個策略性的投資者 是買了戴姆拿的股票 就變成為投資者 完全沒有任何的好處 對業務方面 對業務沒有任何幫助 好了 那你現在要留意著一件事 德國股市走勢上已經是紅市了 我覺得九成機會 我覺得德國DSG數已經去了紅市 那你拿著一些德國股票 那你拿著一些德國股票 那你自己想 那你自己考慮 自己考慮清楚 是的 那一個觀眾 27.5元有貨 是否先走定 27.5元現在正在輸 輸著你走不走呢 你自己想 我自己覺得 第一 我先不會叫賣 27.5元更加不會叫賣 第二 再給多一個防線位 25元24.5元 如果跌穿24.5元 避一避 我想 吉利在大姆拿賓市那邊 他做不到任何特別的合作 做到的方式 你買都沒有用 是的 那市場這樣波動的時候 就會有人想問 我買一些公用股來收息 又好不好呢 但現在的息口 收息一定不行 你大前提 你的大方向就是 息口向上 加息周期開箭 收水 大家明明為何過去九年 收息股 公用股 不斷升 而且 升得不合你 因為 錢太多 錢 沒有地方放 有些套息 例如拿到便宜 錢回來 去買公用股 有三利息 四利息 我就買 放在那裡套息 至少沒有風險 越來越多這些錢去買 股價就一直升 升到一個不合你 你的位置都升 跟債券一樣 好了 現在你只看十年美債 你就知道 跌成怎樣 跌了一個大點 那個債息 升了一個大點 就是 債價已經跌了一定的幅度 下一步就輪到公用股 這些收息股 房地產基金 那些收息股 就跌很多 因為你的大的環境 是另一件事 你不要因為看到 過去幾年升 你就覺得接下來會升 因為正在變 所以 公用股 收息股 現在這一刻 是不行 不是為了 收不收息的問題 為了收息也好 現在不買 將來你買 可以幫你省幾年的息 這樣就夠了 好 還有人想問 就是1883 中信電信 今天有業績出來 他現隔2.800買入 做一個長線收息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 長線收息問題 正確嗎 先看看 他現在派末期息 派13仙 豪三指 多少來呢 現在我教大家一件事 看股票的息 不要看現在報價機 告訴你那個息率 因為已經出了 這個是歷史的息率 這個息率 代表過去一年派的息總額 除股價 明年是否派這個息 不知道 還有一件事 這個息率 是會因應股價而變的 就是說如果 中信電信是5元的話 這個息率是2.9元 但是如果中信電信的息率 股價現在下跌至2.3元 是5.8元 假設一個大吉利是 如果中信電信的股價下跌至1元 現在的股息率就是8元 你看這個沒意思 對不對 你要看他真的派多少息 你如果用這個價買 那個利息 除以現在的股價 大約多少個% 才是你現在的息率 但是你公佈了派息 已經走了 然後除息 拿了那個息之後 你的股價減回 對你有什麼著數 所以這些2.3線股的息率 或者收息為了這樣 而買這些股票 是錯的 好 那我們下一個問題 光大控股257 他説現價入幾十元 好嗎 光大控股這個價勉強 但是我覺得可以等下 這些價買 你預了坐買 將來都會升 但是如果你說做真買 我覺得3元和10元的位 買部分 不要買齊 就是慢慢 有個觀眾有點頭痛 他月文就在103.7這個位置入 是 他現在就想問 可以怎樣 是不是放 其實 由他上市第一天到現在 我每天都叫大家估 是 問題你來到這些位置 就尷尬 但是你問我值不值 月文是不值 這個位置都不值 嗯 上市價 好像穿了 穿了 穿了 穿了又上回 他那個上市價 都不值 嗯 上市價55元 對了 未穿 是的 那 現在這個時間 應該怎樣 他可以 再等等 其實他應該都會跌定 還是等一等他第一份業績出來 先看業績 你都要定一個最後防線 嗯 已經錯失了很多機會 就是下來穿90 穿85 兩個位 都沒有走 他現在反彈回上80元 上不到下回來 我想最後防線用70元 如果再穿的 你都計算了 就是輸三成 但是 起碼希望用第二隻追回 嗯 還有就是施節環球 業績都是蠻蠻的 但仍然有人問 為何要買的 現價入不入得 為何要買 對 喂 說真的 有業績 但是估值貴的 都不應該買 何況沒有業績 你又不知道接下來 有甚麼變數 有甚麼因素 我看不到有甚麼因素 值得買 嗯 好 還有一個最後一個版法 在虐股方面 是 都多人問 想問虐股 有很多虐股 就炒過了農 真的炒作 那些 即是說有隻藥 批了它 可以將來給有間機構驗 是 就已經 當是推出市場 賣得很成功 這樣來炒 你自己倒閉吧 老實說 藥股是 如果一隻好的藥股 有些新的藥是OK 長遠是可以的 但是 不是 未有一票 就已經炒了上去 當是賣得很成功 這樣你買下去有甚麼用 如果藥股 我比較喜歡的就是石藥 都是石藥 是的 但都不是這個位置買 總之 他出完業者 炒完一大量 跌下來的時間 低位才買 低位才買 好多了 我們的申報時間 是否繼續一股不留 繼續一股不留 有甚麼好買 真的不要買 金、有都未能買 將來買 外幣不能買 現在可以買的就是港幣和美金 或者拿著Cash Cash 港幣和美金 不是 Cash如果是英鎊都不行 港幣和美金 好 謝謝 我們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裏 拜拜 拜拜